天地有正氣 事隔幾個星期又來天地有正氣 Hello 大家好 歡迎市局回來了 報見一個月 不好意思地又要跟大家說 肥龍因為一些私人事務 以及一些器材上出了一些問題 又搞到停了兩個多星期 沒有錄到任何節目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都看到 我們用的麥克風又不同了 擺放的方式又有些不同了 其實一直都在調整器材上的東西 希望盡快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令到我們的節目可以比較平常 尤其是說電影 因為每個星期都有些新電影 對呀 我們都要用一些新的角度來看 對呀 譬如上星期有一套大片又介紹不到了 上星期那套Galaxy那套 第二集 Guardian of the Galaxy第二集 那又說不到了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了 除了少量之餘 也要說回今個星期 我們先介紹本周在北美上的新電影 其實我們已經避免了幾套中文電影 不回頭說 大家去Silver City 或者一些大戲院都會看到 即是劉德華通名是賊彈專家 我一家會說 有到喜歡你等等 OK 今個星期北美上的新電影 有三套未開放的 第一套叫做Born Cop Bad Cop 2 是一套逐集的電影 這套電影 感覺上就是... 因為我沒有看過之前那一集 其實都是一些... 差人戲吧 我做的都是兩個年紀比較大的 很大的 我想是他們退休了 又未退休的老差骨 我想是一些瘋狂野笑式的老差骨電影 然後就說他們一些辦案的手法 各類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 比較瘋狂一點 搞笑一點 又有些動作場面 又有些癡癡地線的感覺 那就儘管考慮一下這套 Born Cop Bad Cop 2 OK 另外一套 就已經是翻拍又翻拍 拍完又再拍的題材 一點都不新的 這個明珠故事 對了 就是King Arthur Legend of the Sword 那King Arthur 我想很多人都已經... 就算你沒有聽過整個故事 起碼你都看過那一幕 就是在石頭裡面 拔出那把Escalibur出來 那一幕 我記得第一次看這個故事 就是看迪士尼的動畫 其實真人版都已經拍過幾次了 這次又來了 如果有興趣去看的 這次他再翻拍的時候 沒有東西的CG又更漂亮 那些人的裝扮 那些造型很新穎 比較新派一些 對 跟舊的感覺上 一些中世紀的人的感覺 有一點不同的 甚至我們看Trailer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都誤以為 咦?為什麼好像有些時裝加進去 原來不是 搞以為穿越了 搞以為無緣無故搞穿越 搞什麼事呢 現在拍這些戲 很大程度上 他加了很多神怪的東西 又會看到海獸 巨型的大將 甚至飛龍等等的情況 適合青少年來看 我想他的走向也是一樣 第三套 如果大家想找一套母親節電影 這套也有D.D.Lagan 你的名字是母親節 他的名字不是 他叫Snatched 名字叫Snatched 名字叫Modern May Day 不是 他就是 是說媽媽的 這套戲 那Snatched說什麼呢 其實這套戲 有一個女主角 其實他跟他媽媽去度假 在一個酒吧裡面 就認識了一個男士 那男士就問他 May I join you 當然他就以為那男士 跟他旁邊的身材 非常之厲害的 樣子 又比較飆青 飆脂一點的女士 誰知不是 這個男士就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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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talking to you 都比較重口味 因為那個女主角 也是比較豐滿 豐滿一點 而且樣子比較平凡 然後才發現 原來 一直看這套戲 這個男士 原來是幕後 有些 打劫標心集團的人 有關的 就純粹 就是想利用他們 利用他們的關係 對 利用這個女生的方心 就是看中了他 不是那麼美女 容易一點受落 於是 就把他們的 Visa Card 等等 立了 想打劫 標心 對嗎 結果 就說 這對母女 如何逃脫 然後打回去 又找他們家 不知道是他父母 還是他哥 還是什麼 總之沒有跟他們一起去旅行 打回去 又嘗試找人求救 然後又說 他們兩個自己 如何在那裡逃走 總之 整件事搞到一大壇 也是很荒誕 很瘋 我想都是一些比較神經質 搞笑一點 重口味一點的電影 母親節 跟媽媽瘋狂笑 都不錯 輕輕鬆鬆 三套新片 色除專辯 重複一次叫做 Born Cop Back Cop 2 這套就是老猜骨電影 另外就是King Arthur Legend of the Sword 就是一套翻拍的 另外就是Snatch 就是一套瘋狂式干預母親的電影 都不同風格 依照自己的口味去選擇 還有幾套華語電影 再加上之前的兩三個星期 即是肥龍武做節目 那兩三個星期 其實都有一些大片上了 包括有Fast 8 有Guardian of Galaxy Vol.2 等等 都是可以讓大家去選擇 多少不同選擇 這個 春天的檔期 今個星期是Long With End 可以立即一家大室去看電影 尤其是母親節 跟媽媽去看 媽媽喜歡看的電影 OK 好 那我先說 我回了香港和中國 一個月 一個月之中 我就不斷地看電影 即是數數 如果加上飛機看 我想都有三十套 我都猜你差不多 平均一天一套 我都猜你有三四十套 當然我不會在這裏 講完三十套 今早都未走 或者在以後的節目 才慢慢講 今天主要是講兩套 講兩套 大家比較關心和熟悉一些 就是港產片 第一套 第一套就是 一念無明 一念無明 講了很久 其實這套戲是講了很久 但是 終於等到我回香港 才可以看到 大家看到 今屆金釀獎的結果 知道一念無明 他提名很多項 都獲了幾個獎 就是演員獎 想講講一套戲 這套戲本身 就是很簡單的故事 屬於 屬於小品色 不是大場面 或者很多明星做的 故事很簡單 有一個男生 即是 原文樂飾演的男主角 就是有精神病 不是有 有一種情緒病 情緒病 那些叫做 屈醋症 屈醋症 即是益屈加狂醋 益屈加狂醋 就是殺了他媽媽 殺了他媽媽 但是因為他有病 所以 其實他也不是坐牢 即是在病院放出來 即是 理論上就是醫治好了 但是 放出來 但是周圍的鄰居 就很害怕了他 知道他有前科 想逼他搬 因為他不知 他住的那層樓很怪 很多人一起住 即是那些舊樓 那 他有一個爸爸 就是曾志偉 曾志偉 就是 想跟那些人解釋 我兒子好回來了 沒事了 就力撐他 但是 最後都是 抵受不住的那些 所謂輿論壓力 都是要搬走的 故事就是這樣 好像以前有一套 巡貝那一套 什麼電腦正傳 都是說那類題材 其實是試圖探討 是說 社會對這些人的接受 或者是 對他們的諒解 的程度 是 本身這套戲 都很有意思 那 無可否認這幾個演員 都演得很出色 所以曾志偉 和金治平 都拿了最佳配角 余文樂 也有份提名 最佳男主角 可惜 就是 輸了給林家棟 那 我自己看 我覺得余文樂 一來 因為看得太多 二來 因為余文樂 以往做的角色 都是 鄰家小孩 呼籲 或者做一些 很沉默的殺手 古惑仔 那 所以 我想 先來為主的 關係 所以我覺得 他不是做得太好 還有 故事本身 是沒有什麼蝙蝠去黑 說 他有那種病 更加沒有 怎樣特別的表現 他病發的時候 或者是前後的對比 所以我覺得 其實 非戰之序 不是說他做得好不好 而是說 那套戲本身 不能給他發揮 反而不能發揮 是啊 因為他蝙蝠太少 即是說他有病 即是描寫他的 他的蝙蝠太少 所以 即是你覺得 尤其是 尤其是 他殺他媽媽的幕 他是沒有直接交代 只不過是用了很間接的畫面 所以 大家都很難 很難想像那個情形 會是怎樣的 但有沒有後來 好像天豪正傳 即是迫到他 即是發作 這樣 他有一兩場 是會發作 但是 發作的程度 也都 即是不太誇張 也都 即是所謂 沒有什麼震吐力 那 即是一句說完 就 就是說 本身那個故事 那個結構問題 就不關他 做得好不好的事 但整體你自己一不欣賞 這部戲 兩體 即是 一來 因為故事 真的實在太 太單薄 太單薄 即是他沒有什麼 即是 一來就沒有什麼 氣劇性 二來又 即是 他那個 好像很鬆散 那 所以 他 雖然有份 提味 最佳是電影 但是 即是 輸了我都覺得 是 即是合理的 OK 好 第二套要說的 就是 剛才 肥龍也提過 插彈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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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香港是 看首映的 即是第一天 去看 哇 那就 怎麼說 插彈專家 兩個字的形容 好看 是 好看 好看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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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沒有什麼 就是 沒有什麼 感染力 即是 堆砌得 即是 好 即是 很豐滿 堆砌得 即是沒有冷場 這個是 優禮圖的 一貫 一貫的 作風 我有朋友 因為 那些劇 都是 好看的 是 我有朋友在亞洲 他都看過這套劇 我見過 Facebook上面 寫了一個 comment 他說 看完 拆彈專家 才知道原來 是 遍布亞洲都是炸彈的 哈哈 有沒有那麼誇張呢 那 那 不知道 但是 以戲論戲 那套劇 本身 即是他拍得很認真的 因為大家看到整條 海底隧道 這樣回答出來 我和朋友看 那個朋友 還在問 為什麼海底隧道 可以封給他 當然不是 海底隧道24小時操作 怎麼會封給他拍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即是假景來的 但是拍得很逼真 OK 其實 故事也是很簡單的 就是 有一班 有一班 人 匪徒 不是 主要是一個人 就是姜母 姜母 他們是一班 賊 有此打劫 那 怎知道 他弟弟 就走不掉 因為有警察來 來捉到他們 手不掉 弟弟被警察捉了 最後還死了 那 他就遷怒於劉德華 其實劉德華這個角色 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不過這裏 這裏不無謂說 他本身只是拆炸彈 但是 又不知為什麼 又走去做磨底 是 後來又 早知 這個也不重要 所以 後來就是 他的姜母 他就用盡一切方法 跟他弟弟報仇 要整死劉德華 劉德華 又四出 來拆 姜母 放炸彈 姜母是一個炸彈專家 其實都可以改名為炸彈專家 對 因為他可以做一些很不同的炸彈 連炸彈專家都不能炸彈 哇 是啊 其實 令一些觀眾身亡 包括我 因為裡面 他真的沒有示範到 有多少個炸彈 劉德華 竟然看到炸彈 然後叫人 你上電腦查 這個屬於什麼 然後 姜母告訴他 你拆不到了 這個炸彈 有幾十條線 你自彈一條 你都死了 哈哈 他說 他拆不到了 走 走 叫人家走 就來炸 就是這樣 這些小節就不計較了 中官來說 這部電影都上心悅目 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些激烈的場面 還有 那些氣氛 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都值得一看 OK OK 好吧 遲些有機會 我都看這部拆彈穿架 這個星期 剛剛試過來之前 我就看了一部電影 因為這兩三個星期 真的沒什麼機會去看電影 終於都看了一部電影 肥龍其實自己 都很喜歡和吃有關的電影 看得出 我不是很喜歡吃 我喜歡吃好東西 但我不是很不停透 那些電影當然是介紹一些好東西 其實我都說過 之前我看過一些 叫做和食有關的電影 但實際上他都不是真的說吃 曾經有台灣的一部電影 其實他是說親情 另外 有看過一部以前的功夫絕神 其實和食真的不太大 周星馳的食神 周星馳的食神就和食有關 他真的和食有關 他搞笑為主 對 這次終於都看了一部電影 和食真的有關 又不是純搞笑的 他沒有什麼搞笑的橋段 這部電影叫做決戰食神 那就是謝霆鋒 加上葛幽王秋生 那一部電影 還有一個韓星的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這部電影 真的擺明和食有關 我看完這部電影 的確是和食有關 謝霆鋒近年來 還是轉向煮食 因為他十二度風味的關係 所以拍電影也和食有關 你說好不好看呢 我會說他那部電影很色彩 他那個剪接師 把整部電影的色彩 做得很漂亮 但問題就反而在於這裡 因為那部電影的 就是一條小街仔 叫春風里 他沒有特定指明什麼地方 不過都應該是大陸的 沒有什麼分別的 現在香港、澳門、大陸 都是差不多的環境 對 問題就是 因為他調校的顏色 調校得太漂亮 於是 沒有了那種舊的味道 對 完全是一條 你不會覺得 怎麼會這麼乾淨 還有一條街 還要說是有食肆 食肆從來都不會有這麼乾淨的街道 OK 而且這部電影 老實說 你問我合不合理 是不合理的 他說春風里是一個舊區 附近的區域已經拆射 重建了一些新區域 政府正在打算 會不會重建那個區域 於是有些商人 有些集團 就在那裡開一間高級餐廳 於是 阿謝霆鋒那間叫七忌 那間高級餐廳 就開正在七忌的對面 就打對台 OK 好像雞同鴨港 有些不同的就是 雞同鴨港都是說快餐店 鬥快餐店 都是開正對面 快餐店 對茶餐廳 那這個level也算是相似 因為快餐店和茶餐廳的價格 水平差不多 但是這次的這套 決戰食神 一個是說一碟 法國的鍋牛 法國鍋牛都三百多元 和另外一間 就是炒過東風拿三十多元 即是那個價格是 天同地的一間 高級的法國食府 和一間的茶餐廳 那吐希其實就不是說 這兩間餐廳是鬥的 其實這套戲的主軸是說 黃秋生和謝霆鋒之間的關係 他們是兩仔爺 對啦 其實他們是兩仔爺 但是黃秋生 就自小就已經 扔下謝霆鋒 就被那個 阿葛幽去照顧他 OK 為什麼呢 黃秋生就因為 要去外地學廚 就要成為一個廚神 結果呢 其實他真的成為了廚神的黃秋生 OK 其實這套戲主要是說 謝霆鋒 就是 大個兒子 已經煮食很厲害了 小時候他被黃秋生看死的 說他不適合做廚神的 那麼他就跟葛幽 就學了所有的招數了 那 跟著這套戲裡面 其實我不想說 太多著墨在裡面的情節 總之其實有很多 泛薄的位置 譬如那個法國 米芝蓮三星的大廚 竟然原來他 是 沒有了味覺的 哈哈 那 這裡是 有少少說不過去的 老實說 也不是的 那貝多芬也濃了 不是 說不過去的意思是 他前面 那裡有些交代 跟後面是有少少衝突的 尤其是 如果你會看的話 你會留意這一段 就是 謝霆鋒炒了一碟 沖爆牛肉 那個人是吃了一塊 他會說得出來是好吃 但沒有了味覺的人 又怎會說好吃呢 最多就是 吃到質感會OK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味覺的 然後最後 他也 都 營造了 因為謝霆鋒和黃秋生 兩仔爺對決 OK 那麼他就 特意 想做一個 感動位給大家 但是我看下去 我就不覺得感動 OK 那麼 詳細呢 我 只會畫一套 很平庸 很普通的電影 裡面也有很多 範博的位置 如果你真的想找一套 講吃的 又好看的電影 你看看吃神 你看看周星馳那套 食神 你會開心很多 OK 如果你想找一套新的講吃的 如果你看這套 決戰食神 請你不要帶有任何的希望 進去看 那你就 還可以 如果你想說 吃著謝霆鋒的十二度風味 會不會很好看呢 這套 我只會告訴你 顏色調得很漂亮 野食影女影得很漂亮 That's it OK 就不要有其他期望了 通常 這套是賀水片來的 通常賀水片都是這樣的 只有淡笑就算了 不要太過 太過求 問題就是他連笑位都沒有 他不是笑片來的 我才聲明 決戰食神絕對不是一套笑片 裡面是沒有笑位的 OK 是一套嚴肅 真是說飲食對決的電影 OK 看完有沒有引起吃肉 其實如果 你很喜歡吃肉 看完就真的會有一點點 垂眼肉滴的 因為他拍出來的顏色很漂亮 但是 因為我本身吃素 我看完也不是太大意欲 OK 好 Anyways 今個星期我們看過電影就是這些 然後看看今個星期 北美排行榜之後 回來Part 2 我們說一些 已經選了出來一段時間 但是我們一直都沒有機會說的 就是 金像獎的結果 對 稍後再說 好 本周北美飄防十大 暫停了兩期的北美十大飄防走勢 今個星期肥龍又跟大家看看 今期這個走勢是怎樣 有一套新上畫的電影是 加入了十大的位置 情況就是 最近第十位 又上完五個星期的 Going in style 上星期排第七 今個星期下跌三級 收到一百八十四萬 總成績是四千零五十四萬票房 第九位有上完五個星期的 Smurfs The Lost Village 藍精靈 上星期排第八 今個星期下跌一級 同樣都是收到一百八十四萬 總成績是四千零五十九萬 第八位有上完五個星期的 Gift 上星期排第九 今個星期上升一級 同藍精靈換位 今個星期收到二百零二萬票房 總成績是一千九百二十一萬 第七位有上完五個星期的 一套來自Bollywood的電影 叫做Bahubali 2 The Conclusion 上星期排第三季 今個星期下跌四級 收到三百三十九萬 總成績是一千六百三十三萬 第六位有上完五個星期的 The Circle 上星期排第五 今個星期下跌一級 收到三百九十六萬 總成績一千五百六十五萬 第五位是上完八個星期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真人版 上星期排第六 今個星期仍然有韌力上升一級 收到五百零九萬 總成績是四億八千七百七十四萬票房 今個星期耿頸四個位置 有上完兩個星期的 How To Be A Latin Lover 上星期亞軍電影 今個星期下跌兩級 收到五百一十四萬 總成績是二千零五十五萬 進入三格位置 今個星期貴軍電影 是上完六個星期的動畫 The Boss Baby 上星期排第四 今個星期上升一級 收到五百九十八萬票房 總成績是一億五千六百五十四萬 今個星期亞軍電影 是上完四個星期 The Fate of the Furious 即是Fast and Furious 的第八集 上星期他仍然是冠軍 今個星期下跌一級 收到八百五十八萬票房 總成績是二億零七百一十八萬 冠軍當然要讓位 因為又有大片相 今個星期冠軍電影 就是Guardians of the Galaxy Vol.2 是新上畫的電影 一上畫收到 一億四千六百五十一萬 影真厲害 成為冠軍電影 看過今期北美排行榜 之後 我們進入主題電影的環節 好 繼續天地有正氣 今天我們 Part2的時候 主題是說 遲來的春天 說金像獎的結果 即選了成個月 其實我今次金像獎 有一個遺憾 因為我剛剛在香港 我也托了一些傳媒的朋友 買票 有沒有辦法幫我拿一張票 那些票 那些票沒得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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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票是在工作的 即是在做電影的人 有關的 或者是電影公司 那些人 我們都算是傳媒 那他說 傳媒不算 因為那些票是有限的 雖然文化中心 都有二千多個位 好像 但他好像只開在下面 總之 非就有限 即是跟電影公司有關 最主要就是 他就 即是不是公開 所以我們都是 雖然我新主香港 都是看電視的 看電視直播 不要緊 總之 其實結果 就已經出來 成個月了 OK 終於 都等史閣 在亞洲回來 我們兩個可以坐下來 去聊聊 其實史閣 應該大部份的電影 都有看過 最佳電影 全部都看過 其他的電影 絕大部份 大部份 那你主力說多一點 因為我有限 有些電影 未能看 例如《骨妹》 就未能看 是 是這一套 真的 其他都看過 是 明顯 我想我看了一半 左右 沒所謂 我們主要都是 講得獎 那些 好 從頭開始說 最大的獎 就是最佳電影 最佳電影 最佳電影 那 在事前 大家都是貼 薯辣椒風 結果都貼中了 對 結果都是 薯辣椒風勝出 那 以氣論氣 以氣論氣 我都是覺得 薯辣椒風 都是有 就是 有條件去拿 最佳電影 其實我慶幸韓戰 是沒有獎 這個一定沒有 因為韓戰2 本身 一來 一來他已經 是 奪了那個話題 其實他 這一套 只是 繼續 上一套 那些 條件 不是啊 史葛 你真的留意一下 我真的不知為何 一件事 一件事 就是 那些評審 很喜歡 警匪電影 所以 不是啊 主要就是 香港 香港最多的 警匪 對 所以其實今次 我慶幸的一套 樹大招風 都是跟警匪有關係的 電影 出類和他角逐 如果不是的話 我真的不排除 韓戰又有機會 拿到 是不是 你看看其他 其實 其他的電影 譬如美人魚 那時候 雷星大 美人魚雷星也大 七月魚安生 其實 雖然我沒有看過 其實美人魚 就很徹底 因為他太久了 年頭 太久了 七月魚安生 其實我聽過很多 的 feedback 還有七月魚安生 是文藝片 文藝片 是輸蝕很多 因為 通常 人家定 最佳電影 當然 會定一些 比較戲劇化 一些 或者 各方面的效果 都會突出 平均一些 起碼 吸引力 會大很多 所以相對之下 樹大招風 一來 他的題材 比較新鮮 雖然他都是講賊 但是他是講三個不同的賊 其實最主要就是描寫 他們三個 那些心理狀態 還有他有一個 Open Ending 就是 根本這三個賊 有沒有 有沒有合作過 或者有沒有見過 都是一個 一個 疑問 所以 會引起 觀眾的 興趣 比較大 相對之下 韓箭義 我都說 他是重複 第一集 那些 我看韓箭義 是覺得很悶 真的 OK 他也是用回那條方法 對 對 經常都說 兩個人在那裡 吵架 即是 沒有什麼突破 沒有什麼新意 有沒有看過 點五部 點五部 他輸蝕在 他是一個 比較 比較小分析 他只是說 沙田 沙宴隊 那個 成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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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來 那個題材 又比較冷漫 一些 其實香港 香港人 香港人 看棒球 人很少 喜歡棒球 是很少 包括我在內 我看 我看那麼多棒球電影 我都不知道 他講什麼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懂得打棒球 所以 你看這類 講體育的電影 就是 那個 興趣 不是那麼大 但我想問多一點就是 點五部 你覺得跟那套 Kano 又 Kano不同 Kano 其實主要就是 反映台灣的歷史 是啊 但他也是講一隊棒球隊 但是他主要是 反映台灣歷史 跟點五部不同 點五部 是 只是說 Focus on對比 啊 智叔 智叔 又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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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的確 除了美人魚 在時間上 比較輸屍之外 對 其實 點體來說 都是樹大招風 贏面比較高 七宇安生 不用說 第一 他是文藝片 香港的觀眾 興趣不大 第二 主要是因為跟他在金馬獎 就已經得了很多獎 我想 香港的平審 亦也有點 Airbnb without 跟風 也算到 第一句 就是他 won't have a good 本土味 iliśmy現在的京色都消失了 香港很狡調本土味 除了點五部和樹大招風 另外那三套的本土都還沒不夠重 美人魚完全都不是講本土 所以樹大竹風就變成大熱門 從各方面來看,他都是比其他 一來,照一路下來的,景飛片比較吃香 二來又是本土還沒重 三來他都有一些思考的位置 所以是他的 所以比獎項都牽涉到很多因素 不是說這套戲是否真的好 樹大竹風其實是今屆的大贏家 因為另外一個獎項,他又立了 一般來說通常拿最佳電影未必會拿最佳導演 但結果他都拿了 最佳導演提名有哪幾個? 有一年無名的黃俊 宇安生的曾國祥 三文恆的杜琪峰 美人魚周星馳 和樹大竹風的許學文 歐文傑和黃偉傑 我們看到名單 如果是港產片迷 都很理解 為什麼被樹大竹風 為什麼呢 為什麼? 首先我們看看 一念無名的黃俊 其實他都拿了最佳新導演 OK 所以他已經有最佳新導演了 所以不給他也是合理的 沒理由自己立了 七月月安生 七月月安生 我都說是一個台灣片 曾國祥 曾國祥本身 本身 這都是他第二套的作品 我否認他 曾國祥是曾志偉的兒子 大家都知道了 我否認他都是做到一種 文藝片 台灣式的文藝片 的微度出來 但是 如果 升到最佳導演這個層次 似乎 差了一點 曾國祥應該是 大把機會 OK 不給他也有原因 杜琦鋒 杜琦鋒不用說了 如果給杜琦鋒 大家都覺得沒有印 因為 阿杜sir 根本 叫做月級挑戰 根本 他是屬於 神級位置 還跟新人爭 應該是給這些機會 新人 但又反過來 既然你去到神級 但神級竟然輸給新人 這個不是輸贏的問題 正如徐克 這些 你有沒有看《四都英雄傳》 《四都英雄傳》 東邪經常說要殺郭靖 但黃蓉就說 你殺他吧 你殺他就被歌湖唱壞了 你都不堂貝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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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 會是這樣 另外還有周星馳 周星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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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已經有一個傳奇 但周星馳 還沒拿過最佳導演 拿過功夫 功夫 他拿過最佳導演 所以就給了這三位 比這三個有一個最大的鼓勵作弄 亦都不能否認他們三個 因為那部電影是 他們三個分開來拍攝 每人拍一段 每人拍一段之中 都能夾到一個這麼好的成績 亦都能表現到他們三個人的風格 其實給他的三國 都是一樣是給阿杜瑞的 因為那裡是阿杜瑞監製的 OK 還有你看到 《樹大招鋒》根本很強烈 杜琪鋒的影子在這裡 嗯 那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 最佳編劇都給了《樹大招鋒》呢 最佳編劇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他有一個新意 有一個新意 在故事上是很吸引的 即是寫得很吸引的 OK 好了 接下來看一些重的獎項吧 最佳男主角 又是《樹大招鋒》 最佳男主角 林家棟在事前已經頂頭大熱了 即是五元派5.1元 那種連水都會虧了 頂頭大熱 因為之前他已經拿了 導演協會的最佳男主角的獎 所以事前 每個人都是貼他的 結果貼中了 如果他不贏就滿地眼鏡 以氣論氣 林家棟已經演戲了那麼久 還熬了那麼多年 不是吧 他演戲了那麼久 應該給他一個獎 而是實在 他在《樹大招鋒》裏面 真的做到角色的需要 即是一反 不是一反 他以前也做過同類的角色 譬如在黑社會 他也做過一些賊 或者無奸道 他也做過一些奸的角色 這個變本加厲 更加突出 做一代大賊 更加突出 他的造型 性格 這些東西 所以 給他也是一個 合理的賽果 相對來說 譬如無名的余天樂 余文樂 我剛才說了 因為套氣本身 他沒什麼發揮 所以 他的書就不關他事 只是套氣本身 另外還有梁家輝 韓戰義 但是韓戰義 韓戰義的角色 是重複一的角色 另外還有 薛大招鋒的任言齊 其實 可以跟 林家棟輝任言齊 我覺得就是 但是演技環盛 我也是比較喜歡林家棟的 但是我自己就喜歡看任言齊 我是喜歡看他 不是說演技 演技是好過誰 因為大家有看大事件 大件事還是大事件 大件事 我忘記了 我也忘記了 我記得那部電影 那部電影就是任言齊 做賊 我覺得任言齊在某方面 他都做到那種 大拆那種深沉 陰險那種東西 但是他最輸蝕就是說話 有口音 說話不正 在外形方面 他不夠 不夠 那麼粗獷 不夠林家棟 那麼粗獷 就是比較吃虧的 唯一 完全沒看過 就是脫皮爸爸的吳鎮宇 脫皮爸爸 吳鎮宇 我也沒看過這部電影 但是這部電影 本身是一個 日本的舞台劇 日本的舞台劇 是一個改編的 那麼就 還沒看過了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不正義 做成怎樣 但是 在題材啊 或者在 在故事方面 都 一就 就是 少了那個本土 本土味啦 嗯 二就是 始終你舞台劇 我想到 都是 講多個做的 哈哈 都是只說話 所以我想 在這方面 沒有看過就 沒有看過就不要去評了 OK 那我們看看最佳女主角呢 其實就 呃 是不是因為 台灣的金馬獎給了 七月月安生的兩位 我自己也是這樣想的 周東宇和馬斯純 都拿了雙女主角了 於是乎呢 這兩位雖然都有入選 但是呢 都沒有獎的 那反而另外那三位呢 就包括有大手軒小手的爆謝啦 北京上西雅圖2的湯圍 以及幸運自我的 衛英雄 那這三套你都看過的 是嗎 是的 看過 最終就是衛英雄拿了 是的 那衛英雄是 即是 最終又拿了 第三次 第三次拿英雄 英雄 三次了嗎 不是第二次的嗎 不是第一屆的 他上次不是拿女配角而已嗎 不是 是英雄 是嗎 第一屆是他呢 我知道 上次拿英雄那是甚麼 心魔 是英雄來的嗎 不是女配角 我都忘記了 不是 那 為甚麼 因為事前 大家都是七月以安生的那兩個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是評審 我一定不會給他們 為甚麼 第一就是 無謂 無謂重蹈 金馬獎的 覺得好像吉人口水尾 第二就是因為 那兩個都是比較年青的 不是說年青就不應該拿 上一屆 上一屆是誰 都很年青 還有 做甚麼 代表沉迴 哎呀 合不起個名字 但是呢 就 怎麼說呢 始終 始終他們兩個都不是 不是香港人 如果給他們獎 他們就好像有點兒那 這個是我想的 那 我又覺得不是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部電影也不應該入選 如果你這樣計算 是啊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計算的 不是不是 當然不是 一定是這樣 就是說我想 我想 我想到的理由 但是呢 亦都不代表 這個這個結果 是令人滿意的 我自己就 不是很滿意這個結果 我不是說 為英雄姐做得不好 而是說 第一 就是 那部電影本身 幸運善我 本身 那個題材 已經是 比較老套了 英雄 做一個 有失憶症 不是失憶症 老退化的老人家 這個角色的故事本身 沒有新鮮感 二來 其實 這類的角色 已經有很多人做過了 很多人做過 英雄是否做得特別好呢 那就 見人見智了 但是 起碼就是 這類的角色 就不是那麼吸引 我自己看那部電影 就 覺得很悶 覺得很悶 在這裏看上來 那麼 至於另一位 爆姐那位 就更加悶 哈哈哈 爆姐那位是甚麼 大手牽小手 大手牽小手 更加悶 因為他更加是一個 很老套的故事 又不是發生在香港 好 所以 我自己 我自己猜測 無可選擇之下 無可選擇之下才被人為了我 但是我又反而覺得 七月雨安生 其實雖然我都說我沒有看過而已 但是口碑上的確很好 我覺得他沒有必要為了回避 duplicate 賽果而去什麼 這個女主角之爭呢 我覺得其實可以 頒給周冬雨 但是問題是 你是不是又好像金馬獎一樣 給兩個呢 那你就看照自己的意願 如果你不給兩個 給一個 是不空的 那沒得說通不通的 真的不通的 你看那部戲 是兩個一樣的表現 那你沒得這樣算的 有時候 你如果覺得 兩個人演 兩個戲份都一樣的時候 你都可能有一個會突出 少少的 就算可能一個馬鼻 就是 就憑那個馬鼻贏 可以是這樣的 我想 你 要是給兩個 大家都沒有聲音 如果你給一個 那就肯定很多 其實你現在兩個都不給 大家都仍然有話說的 有話說是另外的東西 你給一個就肯定多了很多話說 那你怎麼給 都是的 你不如五個都給他 入圍那五個就有獎了 那就算了 有時會重決的 唉 真是不可以這麼說的 好 Anyways 這個爭議性比較大 最佳女主角 接著最佳男配角 終於一念無名 就差一點點氣了 其實男配角 這個我也是 非常之不滿意的 是 曾志偉拿了 有本滿意 當然啦 曾志偉已經拿到首元 已經拿到 慣勝了 OK 你覺得應該是姜鶴雲拿的 我們 我們就不可以否認了 曾志偉就很演技了 所以 根本他都不需要 再用這些獎 來到 肯定 所以 相對來說 我覺得 應該 給其他人的機會 尤其是姜鶴雲 姜鶴雲 姜鶴雲 真是熬了很多年 在頒獎禮上 曾志偉還潤了他一句 我只能一年拍一套 你一年拍二十多套 都什麼 這樣你就失了前輩的風範 如果姜鶴雲可以一年拍二十多套 在某方面你都證明了 他真的有 真是有料到啦 如果不是 誰找他拍的 你不要理他 哎呀你拍的 都是 不是那麼什麼的 你不要理他 總之 有那麼多人請他拍電影 都覺得 當然覺得他 有關上一下 才可以找他 換句話來講 姜鶴雲 還有很多機會 不過姜鶴雲真的熬了很多年了 說真的 熬了很多年 不是說 一定要給你獎勵 物易這麼說 其實姜鶴雲真的有氣 我覺得有點可惜 他也做過很多不同的角色 因為其實要做到可以提名的電影的角色 拆打專家也有姜鶴雲粉 那就是 這次是警察 我想說 能夠拍到 雖然姜鶴雲拍很多套電影 但不是每一套都有機會入圍的 因為拍到這些好的角色 就難得 人家願意聘請你拍的 當然是覺得你 才會聘請你拍的 不不不不 史葛不是說這個問題 是說你的電影要有機會入圍的 我當我一年 拍一百部 但一百部裏面沒有一套可以入圍的話 其實都是 只有拍攝 所以 其實這次他有 這個雪大招峰入圍 但拿不到有些可惜的 希望 黑仔 就不要人如其名 那麼黑仔 下年 即是拍多些好戲 一年有二十多部電影 還黑 就是說不要那麼黑仔入圍 很多人一年一套都沒有 但你不要忘記 雖然他拍得量多 但可能因為始終他沒有獎 片酬方面 都還差一點 但如果他真的能夠 可以入圍 獲得獎 那個身價其實會提升 無論 無論 勝敗如何 我們都 覺得姜濃文是一個 好的演員 好的演員 好啦 最佳女配角 這個我又是不滿意的 好像今次的獎 不滿意的 多於滿意 但是金燕玲 你又是 金燕玲 即是同樣 因為他已經獲得很多 即是拿過幾次 如果不是金燕玲 你會覺得 有誰的資格上 可以跟他揮揮呢 有哪幾個 有一年無名的方浩文 美人魚的張宇宜 骨妹的 廖子宇 和韓戰義的 文詠山 其實其他 那些比較新 是的 問題就是 其他的競爭能力不強 所以金燕玲 這個是主要的問題 其實金燕玲 可以說金燕玲是沒有對手的贏 其他那些 我雖然看了都沒什麼印象 真的沒什麼印象 骨妹是沒看的 文詠山 我看完整套韓戰義 都不知道他做 不知道他是做哪個角色 那就算了 美人魚比較出一點 張宇宜 那為什麼我不是那麼滿意金燕玲 一來他真的拿了幾次 真的無謂拿 感上編花都不止 直接是 拿不拿都沒什麼所謂 二來 其實我對於金燕玲 在《一年無名》的演出 也不是那麼欣賞 第一 就是因為他廣東話不正 這個很大影響 因為你拍香港片 你又沒有交代他 為什麼他 他是廣東話不正 香港人有很多人 廣東話都不太正 你看的時候會覺得 很突兀 我也不覺得 漁民樂說得那麼正 為什麼你又不正 香港人 其實香港 這個社會都是比較多 不同地方 三份的人 你起碼可以交代 我們在外省 我們在別處 那又不需要 有些人真的土生土仔鄉 我真的有很多年 我是 我的感覺 我覺得你 雞蛋淚挑骨頭 原來這個有 這個影響 我看你 那個角色 那個 那個 那個印象 OK 我不challenge 你個人感受 另一方面 就是同樣那句 金燕玲 在 《一年無名》 裡面的角色 本身 也是一個 比較 比較老套 不是那麼令觀眾那麼大興趣 他做了一個有病的 有病的媽媽 經常躺在床上 要漁民樂去服侍 任何事都要服侍他 包括要跟他洗澡 但是他躺在床上 又在那裏 怨羊 怨羊 在那裏 在那裏 所以搞到 袁文樂 又有 有屈躁症 但是 我不覺得 金燕玲 即是他 他都可以表現到 那種 那種 那樣的 呃 即是 因病而到 呃 怨世 不是怨世 就是怨 怨 全世界人都 都對他不住 這些 這些事情 那 呃 至於總括他 他做戲都做了那麼久 所以 表現是一定有的 但是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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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覺得 應該給一些機會 給一些年輕人 anyways 就是 你無論選了哪一個 都總會有些人 出來為其他的 入選者 說話的啦 那麼 獎項還有很多其他的獎項 我們就 不說了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即是 今集 又搞到 三四個小時 出來的啦 那麼 說到這裏 如果你錯過了 你想再看 那些菜果 上網搜尋 香港電影金像獎 你就已經會找到他的 專屬網頁啦 甚至過去那麼多屆的得獎名單 你都可以去查 OK 其實 好快喔來講 今屆電影金像獎 裡面的 劇 都 很多樣化 有 有 有大片 有小品 有文藝片 又有什麼 所以 所以他 那個 內容都很豐富 大家 大家依照這個名單去看 都沒有追的啦 都沒有追的啦 還有 樹大招風就大贏家啦 所以 未看的 好像肥龍那樣 我是未看的 一定會追回來看 OK 好啦 看完今集的 天地有正氣 大家 喜歡電影的朋友 就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一起去收看這個節目啦 還有記得 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啦 給個Like我們啦 OK 好 下集節目再見 好 Bye Bye